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和大家討論馬 說殺科日的第八場賽事,一里錦標,一班千六米 這場馬都是混亂的,蔡若翰有三隻,高冬妮有兩隻 然後童彩衣有兩隻,都複雜的 我自己想和大家看龍船鼓響的影片,上次我也介紹了 如果複雜事情,簡單化的話,買龍船鼓響就很穩妥 剛剛那隻四季王才沒了Q 那天我給三隻,跑一三四回來 馬克羅斯都選到的,如果沒有四季王就好一點 這場看龍船鼓響怎樣炒 馬主都好鬥志的王式 現在是VV的,那些應該是馬克羅斯 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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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是VV的,那些應該是VV的 還可以和內蘭第三位 第四位還有街藤區 內蘭第五是四季王 外面淺藍衣,黃帽,跳出香港 左後面的四匹馬 紅衣,尾四,達羅蘇 尾三,內蘭,黃衣,黃帽,老帽,龍船鼓響 那些都是道美尼 就是假想敵都沒有了 去到香港 其實杜碧二個人已經發揮得很好的 咬著那隻跳出香港來鬥 再在後面 龍船鼓響 牠手的貧力很密 你看看那些手牌還敢殺 精英跌的得主 跳出香港 跑第二名的馬 黃衣 龍船鼓響 藍白直奸三 四季王要拍照 裡面馬克羅斯 又散不完 這隻跳出香港 還要縮情而來 但你要想一下 那天的末段是21秒多 其實這隻馬是屬於騎的 那些馬 就是 一騎下去 就有反應 那些馬 應該縮一點 應該不是很大影響 達羅素那天是有點左的 那這一場呢 那這一場呢 因為 雖然沒有了道美爾 但潘明輝和姚本輝雙輝 都比意外驚喜 那這場呢 我都覺得 現在暫時 我看到他有十幾倍 就是 可以搏一下 那跟大家說 神操 龍船鼓響 保持 聖德威保持 達羅素 游國下水 都積極的 家應之星 何宅堯 不用考襲 試過兩次 很積極的 信心保證 潘頓 不用考襲 很積極的 精算閃擊 就 沈拿 有去試過的 但是沈拿 沒有騎的 就 換了蔡明肖 那 協霸神區 就 尼敬國 都有碰過的 都積極的 那 世界紀錄 就 無險都不用考襲 就去試過 但是就給了波建斯 騎的 那這場馬的預計 其實有幾隻馬 都是 都是難搞的 這隻 好像達羅素 和這隻 是難搞的 和馬主 是大馬主馬 都不知道哪隻才是真的 跟著 阿塞有三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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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精算閃擊 應該差一點 那就 報速 報速 我想 所以 嘉應 智星今天都有壓力的 既然 都是 有些熱門 有壓力的 那不如 駁一下懶門 小駐駁一下懶 那 嘉應 智星應該都放錢 那些精算閃擊出來 都是想著 不過 這個是 古董尼徒弟 會不會 真的不知道 那我也是 用龍船鼓響做膽 簡簡單單 一拖二 算數 還有我拖的馬 都是拖些 有賠率的馬 那 上次那隻 霸協 霸神區 就輸給精明才子 雖然 在這裏 就 看上去 好像差一點 但是 希望 他 果斷 喘徑 看看這裏 會不會 報速快 但是他真的 很被動 但是 有賠率 你如果用冷膽的 拖一隻 拖一隻 霸聖神區 霸聖神區 一拖 一拖 十 那 再選多一隻 都是選大馬 主馬 比較好 的 信心保證他有 又是沒得分的 馬日是積極做功夫的 一拖二位置 Q 算了 Q 都不買 一拖二位置 Q 算了 可以不可以 就看跑馬 就是 因為這場馬 都是看隊形的 步速控制 每個賽果都是 很難搞的 如果說真的 其實我很喜歡 信心保證 但是你只有三倍 大家都同馬主的 達羅素 都不是沒有可選的道理 我為什麼會破爛門 雖然我信心 當然不是說大 他四十幾倍 但是大家可以看他那次 這一場就是左的 上次瀋拿那一場 還有幾場都是有幾隻 蔡玉漢也是幾隻 變成這一場 跑第三那次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是選他 都不是說沒有原因 就是有原因 你都是輸給跳出香港 然後蔡玉漢有兩隻 魅力之友 然後達羅素 你輸給跳出香港 過幾馬位 你四季王 後來再出都OK 那 又是信心保證 那 這些馬 既然今天有賠率 不如就 賭一賭 賭懶 我又不買Q 這場真的不買Q 買位置Q 一拖二就算了 用一個很小的駐馬 看看能否賭到 一隻就用來補本 希望他就衝 一隻就 守住個位 上次被人阻 其實就不太適合 用來玩這些場合 尤其是一班賽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玩這些場合 因為那些馬 勝負關鍵 其實是跑錯一點點 就已經很大關鍵 不同 三四班 跑錯一點點 還有得救 這些馬 全部都是OK的馬 你跑錯一點點 就已經 一叉之毫利 謀之千里 既然都是這樣 當然是薄冷門 那我就拿一隻 上次可以在吸制賽 那裏 力逼那隻 跳出香港的 那你今天雖然是縮情 但是他也是 一騎下去 就有反應那些馬 應該都不會很大問題 那就 就是 跑個群組 當然是先拿去 既然他 雖然沒有了杜美爾 那麼硬正 但是潘明輝和姚滿輝 兩個經常都爆 都要他 那 然後拖這隻 協霸神區 就是因為上次 他輸給精明才子 那一場 是一個很被動的 位置 那裏衝上來的 那看看他這場 會不會再咬吉 那個位置更好 那 家應之星 和個人的 猜測 家應之星 一定 我覺得 會被精算選擊 那些追擊他 那 變成 可能 這些跑法的馬 就會 賺到 少少 步促 形勢 那 變成 拖了一隻 協霸神區 那 達羅素 曾經 曾經 輸過跳豬香港 雖然 賠率當然不像樣子 但是 賠率不像樣子 還不像樣子 但是 曾經 今季也 跑過第三 那 同馬主的馬 有兩隻 達羅素 順心保證 那 既然是一拖二 打算 簡單單單 懶懶的 看看他會不會 撥回第三 上次都是被人阻 的 如果 撥他都是撥他一直 一拖二 兩駐飛 看跑馬兼 撥一下猛 那 我這場的介紹就是 一拖 十號 三號 希望各位師兄 沒訂閱可以訂閱 我的頻道 按鈴鐺 按鈴鐺 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各位 在 最後的一日 賽事 季尾都可以 表一個美美會 表一個美美會 各個開心的暑假 這場的介紹就是 一拖 十號 三號 就是我 只是馬位置 就是我 就是我的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 那天都可以 表一個美美會 多謝 拜拜